九合一大選之前正式落幕 外界最關注的就是台北市長的選戰 其中藍綠得票基本盤的校長 也不免被拿來跟四年前的台北市長選戰做一番對比 在2018年代表民進黨出戰台北市長的姚文志 在選戰失利之後選擇退出政壇轉戰電影圈 而這次九合一大選意外讓他的名字再度出現在相關的選舉新聞上面 那麼到底消失的這四年他在忙些什麼 這一次他又是如何以過來人的身份觀察這次台北市長的選戰 自由最前線帶您聽他怎麼說 其實在四年前您參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等於是宣告白綠分手的一個分水嶺 不過那時候柯文哲還是在廣義上的是被歸類為綠營 那這樣四年過去了你怎麼去看這個民眾黨或者是以柯P為首的這些柯家軍 這些所謂的無黨籍或者是白色力量他們現在政治光復的一些變化呢 我覺得那時候應該很清楚已經不是柯文哲應該不是綠營了 那基本上我會認為我正在整個台灣民主發展來看 我認為他所帶領的所謂的白色力量其實是一個民主的逆流 是一個逆流 我認為就是有些朋友其實過去因為對政治上的一些 他的認識其實是比較不夠那麼深的 那一些簡單的口號拼湊的概念 然後變成了這樣的一個所謂的這個民眾黨 你看光黨民就是操的 像這樣的一個民主的發展 我是覺得他會逐漸被時代淘汰了 那其實在四年前你那時候打這個台北市長選戰 您就有發下好語說如果選輸就退出政壇 那後來其實您也確實是說到做到了 那當時大家就很好奇說怎麼會有這樣子的這個發下重視 那你有沒有後悔 沒有後悔啦怎麼會後悔 因為我現在拍電影其實是我2005年 因為我很早就當新聞局長 那時候我在看台灣的影視還有文化的發展 我長期就關注這個事情 那當然我在選舉的時候 我選擇這樣的一個大的動作 那時候當然是期望能夠當選 就是我還是覺得當市長我可以替台灣做更多事 這毫無疑問 我說為什麼不會後悔 對我來說我現在拍電影也是我長期關注的事情 那我認為這件事情我看了十多年 我期待有人做 我期待不是我做啦 但是最後我覺得要做的人很少 那所以我就不如我來做吧 對我來說其實沒有什麼 在我的人生裡面 這就是我想做的事嘛 那我就來做 那您的身分從政治人物轉變 變成這個跨蠻大的到電影圈去了 會不會覺得這個身分的轉變有蠻多的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啦 那我覺得比如說我們來談這個劉曼谷15號 他談女性 談人權 談政治 談歷史 那我們都希望他透過那樣的刻畫 第一個他能夠讓大家願意看 透過那個故事 所以他一定要有通俗性 那透過這個故事來了解 剛剛所說的那幾個議題 那我覺得他一方面讓大家容易了解一方面呢 希望他能夠更深刻 這個部分跟這跟這人物講話比較不一樣啦 就是你會覺得說晚上的節目叉叉腦腦 那有沒有人在聽 其實不一定真的聽下去 大家都是比較多的情緒或者是意識 但是比較少意見或者是政策的討論 或者是交流 我覺得真的有點可惜啦 電影可能比較有多人願意看 但是在政策好像講完以後 很多半的人都不知道 或者選後四年才說 奇怪當年有提這個嗎 怎麼不錯 就有點可惜 我們剛剛聊到這個新的電影作品 《六馬鉤十五號》 它其實是時代設定在1950年代的 這個白色恐怖時代背景 女性思想犯的故事 那怎麼會選擇這樣的劇本 這樣的故事作為你的第一個作品 是怎麼結緣的呢 最主要是剛好那個原著作者 曹清榮老師 是就很熟的朋友 原來我是在構想台灣100年的故事 我覺得台灣近100年 這個故事很重要 但是拍的人很少 那台灣這100年 從被殖民 從威權到現在民主 然後台灣的經濟發展 從農業社會工業到現在 我們可能在很多高科技可以領先世界 就是這樣的一個發展 我認為是台灣最值得去關注的轉變 這個轉變它中間有很多的歷程 它需要變成很多的故事 讓下一代知道 或者如果有機會也可以讓世界知道 劉馬哥就是這100年故事 其中我覺得那時候 第一綠島人權園區經過20年的努力 他們有保留下來 對我們拍片它比較容易 第二1950年代的故事 尤其是女性的故事 真的也沒有人拍過 我希望它在那個票房上 在市場上是有吸引力的 其實你剛有透露到 其實未來還有更多的故事 更多的藍本 甚至是這些應該要被挖掘被知道的人物 都會被拍成故事 拍成電影 要上大螢幕 那也可以透露一下有哪些人物 有計畫 但是會不會能拍成 拜託大家支持劉馬哥15號 讓他讓他票房 那我們現在下一部比較具體的 就是要拍陳成波的故事 那這個我們的劇本正在創作中 那計畫應該是比較成熟啦 那還有另外一部 是跟我的製作人合作 張永昌導演他過去就一直在 烹飪一部漫畫改編的作品 叫做北城百畫帖 我也希望這部能夠 這兩部其實都是電視劇 我希望這個劉馬哥15號 應演之後 我們這些能夠順利的來推出來進行 其實這個劉馬哥15號上映到現在 據說票房已經大概來到三千萬了嗎 三千多 對三千多萬 那你剛剛說到希望能夠打平 因為其實大家陸續有傳出說 你為了拍這部電影 籌備的過程 甚至還有去借錢 好像就是蠻辛苦 找資金找資源跟金助 這個中間遇到的這些瓶頸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給大家一個概念好了 其實這一次我進入電影圈 才真的知道 就是說你如果要拍現代的戲 跟70年前的戲 他大概成本就至少先差個三千萬 就是說我可能要多花三千萬 來做美術、布景、服裝 或者整個那個時代感 所以劉馬哥15號是回到70年前 所以當然他就要投資很大 可是呢 投資者會覺得說 哇你這個 第一你大概也沒什麼機會賣到中國去 第二你這個投資就比別人多 要回收就很困難 這部電影投資是八千萬 因為電影一開拍花很多錢 對 就是比如說到綠島 一天就是至少一百萬一百萬一百萬 一直花掉一直花掉 那那時候當然就要調度要借錢 所以那時候有借錢 然後銀行有貸款 那後來還要進行這個群眾募資 所以你也看到這部電影 為什麼後面的感謝名單那麼長 大概有被寫在上面都有出一點錢 或者出力 那我自己定義是 我的公司叫做 拐台灣電影公司 那拐台灣應該是人民的 台灣人的電影公司 那我現在拍的也是台灣人的故事 其實這個電影上映之後 有蠻多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一些團體 他們就陸續包場 然後上映這部國片 那其實您有跟這個蔣萬安喊話說 他應該要進戲院來看看這部片 怎麼會這樣特別點名他呢 最早是因為陳時中有邀請他 陳時中有來看 那因為在白色恐怖時代 大家知道那個時候 為什麼叫白色恐怖 那就是一個威權的獨裁者 那威權的獨裁者是誰 就是蔣氏父子 我是覺得說蔣萬安真的應該來看 那他現在當選了 我真的很期待他能夠扮演一個角色 就是說這個角色或許 或許他比較積極的來做 應該是對台灣社會最有幫助 蔣萬安以他的姓蔣的這樣的 蔣或張不確定 但是以他這樣的這樣的角色 他未來來處理我們轉型正義裡面 所留下的威權的圖騰 比如說中正廟 比如說我們的各種銅像 如果他能夠反而站在一種 跟台灣社會和解 然後很積極的來去除掉 這恐怕是我看他能夠做到的 對台灣最有貢獻的一件事情 最後就是想要總結 像這四年來您的身份有發生了不一樣的變化 然後也轉換了跑道 你自己覺得擔任一個政治人物 跟當電影人哪一個比較困難 從事政治跟電影哪一個比較難 其實我覺得都蠻難的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奶跟金不對 我都選擇蠻難的事情 但是因為劉麻溝15號這個作品出來之後 我突然有一個感覺 比如說我最早從政我在高雄很多年 我以前主持愛河的改造 柏爾藝術特區 美麗島策戰 還有高雄很多的城市美學的發展 那時候我好像創作了一件一件的作品 然後後來我在選舉台北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用那樣的模式 那很多的政策 它其實沒有創意 在我這邊就沒有過關的 就是其實它 它其實是一件一件的作品 那現在劉麻溝15號 我也希望它是一個 得到大家支持的作品 那你問我難不難 我覺得如果以這樣來看的話 它過程都是非常難的 我也是拍了電影以後 去反省我過去的政治人生 因為我突然覺得 好像這樣解釋比較通 是的 所以就發起作感完修 我覺得很難是蠻難的 但是就是奇怪了 就蠻喜歡做的 那今天我們很感謝姚文志 用電影人的身份來跟我們分享 他觀察到的北市選戰 還有這幾年他在忙些什麼 那觀眾朋友 如果您喜歡這樣子的電影題材 也不要忘記進戲院支持我們的國片 大家如果有什麼樣的問題 想要問姚文志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下週再見 掰掰 謝謝大家